大家好,我是冰青,今天跟大家聊聊世界名学当中,适应性最强,在实战中获奖最多的歌系之一,第二八歌系。 作为远程适应性极强的第二八歌系来说,它并非是一路速度型的歌系,而是擅长飞恶劣天气。 那么作为赛歌来说,它有极强的稳定性,作为种歌来说,它与其他歌系的融合性要更好,因此呢,至今也受到了世人的瞩目。 莫里斯·蒂尔巴,这位曾经在比利时歌坛叱咤风云打半个多世纪的伟人,出生于1899年,从11岁开始就跟随他的父亲老蒂尔巴从事着赛歌运动。 1920年,莫里斯·蒂尔巴把自己的歌子偷麦切兰附近的普特的迪布莱特的歌子进行杂交,由此形成了蒂尔巴歌舍的基础。 以后经不同时期先后引进了万达伊苏布、戴弗莲特和道丁等名家的歌子,经过异系杂交,繁育发展而成为了世人皆知的迪尔巴系。 在比利时国内,贝尔兰继承了迪尔巴系,并在巴塞罗那大赛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英国兰古斯通,预出了波城J.恩赛的冠军,在荷兰以迪尔巴为基础,预成了许多优秀的远程歌系。 杨阿腾系就是这些歌系的核心。 在我国由各种渠道引进了不少迪尔巴系的优秀种歌,那么影响较大的就当属于1985年, 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先生赠给张亮能、张昭德等被称为正大系的歌子,用这批歌子均飞出了优异的成绩。 另外,由于上海龙园歌手为罪,支援输出的迪尔巴系也是夺冠之声,相应传来。 在2019年天外天再次发力,把比利时强豪迪尔巴老先生所有的歌子全部买断,落户金门。 2021年天津开创双关综合、三关综合,冠亚军都是出自于迪尔巴系。 不仅如此,通过他们散发在全国各地的迪尔巴歌系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也是不胜为局。 我们也希望迪尔巴歌系能够在未来的赛场上继续延续辉煌。